松水油混猪油一比三 两百食品烘焙业者遭殃 屏东紧紧调查发现 黑心业者过列城的地下风产 像环保业者买进从餐厅 小吃店回收的废油 经过高温蒸煮 过滤掉残渣 就成了深褐色的初恋油 再经过脱色脱臭 这成了和一般食用油 看起来差不多的经验油 这个几道打出来的 全部都是三号打出来的 三号的比较多 它的桶子比较小 这全部都是三号的吗 工列城把黑心丘卖给墙冠 墙冠再以一比三比例 混合黑心丘与猪油 做成全桶香猪油 以15或16公斤的业务用桶装 卖给夜市 小吃店 烘焙业等 买楼里起来就能做一个顶外 这部分公司有自己的减购 有自己的策略 但是前面的数据都是多 这一次不小心 结果误买了这个油的话 实在是不好意思 强惯的销售对象 包括味全等200多家公司和烘焙业者 以及传统市场和夜市摊贩 估计至少已有200公吨 近5万桶黑心油 被民众吃下肚 如果查证属实的话 可以依据我们现在违反食安法 处分6万到5000万 那甚至可以停业歇业 等新闻 综合发达